这只仓鼠真奇葩 为了变成美丽的孔雀 他想尽一切办法做死 就在刚刚 小仓鼠躺在地上 看到头上尖锐的木头 他顿时来了主意 于是拔掉一根木头 设下一个陷阱 小仓鼠满怀信心地爬上楼梯 看着陷阱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想要跳下去 结束自己的生命 没想到却踩到身后的积水 脚下一滑便摔了下去 小仓鼠的头被卡在了栅栏中 幸运的是旁边有个跑轮 他本想利用跑轮来脱困 结果却反被卷了进去 最终掉进了尖刺堆里 还没等小仓鼠晃过神来 突然一个水壶从天而降 直接砸到了他的嘴里 小仓鼠的肚皮活活被撑爆 最终停止了呼吸 他的灵魂再次转世 这一次变成了一条金鱼 小仓鼠的内心深受打击 费尽心思想要逃离这里 他利用惯性跳出鱼缸 却一不小心撞到餐具 狠狠砸在了菜板上 坐着面包滑了过去 没想到一把圆刀掉了下来 活生生将它切成了两半 就这样小仓鼠再次投胎转世 变成了一只弱小的蚊子 然而小仓鼠并没因此放弃 他挥动翅膀朝货车撞去 可最终小仓鼠还是回到灵魂中转战 结果却被管理员告知 他投胎的次数已经用完 小仓鼠听后惊恐不已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梦想破灭 眼看最后一个中转战即将关闭 小仓鼠不故意窃冲了进去 这次他终于如愿以偿 变成了一只光彩夺目的孔雀 他激动地打开美丽的翅膀 然而下一秒就被一道闪电击中 可怜的小仓鼠被活活电死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颗仙人掌 仙人掌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小仓鼠再也无法转世